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都不知道 而且当时呢 因为当时学校 我觉得真是非常重视 挖掘人才 好有责任心啊 所以后来呢 经过校领导的研究同意 专门为张朝 这就得感谢我老师了 钱老师了 我们为他组织了 我们来了以后 直接就奔钱老师家了 您怎么知道钱老师家呀 他是班主任啊 他是那一届 那一届招生的班主任啊 我们就直接就 我爸说直接找钱老师 我们就找钱 一敲门钱老师 那大夏天热得要命 然后说你们是干嘛 我说我这么从甘肃赶来的 是考生 我们拿到富士同志书了 是吗 我看看富士同志书一看 哎呀 你们真不应该来了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赶来呢 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已经都定了 就马上就要招生委员会 给他肯发愁死了 后来我爸也挺能说的 说这个是我们勇敢的 我们是边区来的 我们是山里来的孩子 说的钱老师眼泪汪汪的 钱老师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老师 我们跟他这么多年 我们全班啊 恨不得给这个老师跪下 真的 他真是 我没 把每个学生当自己的孩子 他特别爱财 他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把他自己身上的知识 毫无保留的给我的 当时钱老师您还记得那一幕 他跟爸爸来的时候吗 记得 其实对您来说也挺难的吧 要给他一个人争取一次考试 对 要进入学校的校领导 要劈嘴 但是你肯定去努力了呀 我们说完了以后 钱老师就落泪了 说太不容易了 坐火车要三天三夜 从甘肃赶过来 那钱老师也非常重视 这样你们回去等我的劲 我向校领导去反映这个情况 我愿意你考上 我非常愿意来给你考试 但是现在招生委员会已经结散了 老师们都回去交驾了 完了以后钱老师就跑到学校 多热的天啊 一般的情况下 谁费那么大劲干嘛 跑到学校 说服了院长 然后院长说 哎呀 钱老师 我们被你的精神所感动 说那好吧 这个 由你重新召集所有的主考老师 钱老师就召集的 召集的 因为我当时负责这个班 没关系 但是负责 那也没关系 就算是 这只不知 是